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楚楚不但背上有和千三一模一樣的非英化首 而且她還懷有當日本王送給千三的徵舍 所以本王幾乎可以肯定 我們眼前的楚楚根本就是千三 王爺意思是這個溫柔軟弱的楚楚姑娘 根本就是憶會成狂 幻想失身風的千三女 楚楚如此怕火 莫非正如我們猜測 當日她去過碼頭貨倉 遇到大火, 受到刺激 所以由千三變成楚楚 千三娘對於當年 她妹妹被江水沖走的事 依然念念不忘 楚楚姑娘之所以出現 那是因為她可能要逃避 她妹妹當年已死的這個慘痛經驗 那到底如今她又逃避了甚麼呢 如果她當日真的去過碼頭貨倉 她發覺本王對她有所隱憂 莫非她怨恨本王 她逃避的是本王 凡事也有可能發生 王爺請放心 三婆一定會 竭力追查千三娘的事 無論如何 如今知道千三娘安然無恙 本王總算放下心頭大死 楚楚姑娘會怎麼樣 她吃了大虎開的安神定驚藥 剛睡了 王爺真的肯定楚楚姑娘就是千三娘 雖然未能夠精神 但是這個可能性很大 千三姑娘對於王爺情深義重 希望她可以快點康復 二華,謝謝你這麼體諒本王 不要…不要笑我 不用怕,沒有人在,不用怕 你明明就是千三 為什麼你要用初初的身分去見本王 難道在你心裡,你還在怪責本王 千三,本王不是想瞞你的 本王只是想擾亂敵人視線 你能不能以賊萬全 萬萬想不到,你會跑到貨倉那裡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本王間接害成這樣 你要打擾罵也好 本王之上你可以變成千三 讓本王可以好好的補償給你 千三,你放心,本王一定是想盡辦法 治好你的 王爺,我們還是不要妨礙楚楚姑娘休息了 你終於肯承認害死我姐姐了嗎 你不用假情假意 我一定會替我姐姐報仇的 小翔,你為什麼收拾一包袱 還把琴帶出來? 小翔要敖大哥來 就是想把琴交給你 因為我實在不便把琴帶上路 上路?調軟行嗎? 小翔要離開京師 相信以後都不會再回來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中良和金婆婆對你不好? 他們對我很好 沒有,金婆婆都說 劉大哥他願意娶我 我只是幾生收到 小翔,你別哭著 你是說中良想娶你 劉大哥是想娶我 但是小翔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難道因為小翔有這種經歷 以後都沒有權去選擇一個 自己真正喜歡的人了嗎? 傻丫頭,當然不會 小翔知書識禮,溫柔體貼善解人意 你要,很多都可以選擇 既然你對中良沒意思 你一口拒絕他就行了 謝謝劉大哥你的關心 但是小翔不走不行 小翔如今的人離開 是問我以後又如何面對劉大哥他們 到最後小翔只會為勢所迫 到時候想說不嫁劉大哥也不行 是呀,但是你也不需要離開天使 我知道 與其留在京師,受掌閒言閒語 倒不如離開這個傷心地 小翔,你放心 以後再有人說你閒話的人 豪大哥一定會幫你出頭 這樣吧,我剛剛搬去指揮事館底 都需要有人幫忙打碰一切 若然小翔你不介意 就一定要你負責這份猜事 真的 公主,你跟我去玩 你跟我去玩 永洋也很想帶雲飛娘去玩 但是永洋真的無能為力 你在宮中玩是不是一樣 你看這裡有多少東西 是不是他們兩個欺負面神 我好悶 你求求他們… 好… 雲飛娘娘她的孩子氣 請雲人公主千萬不要見怪 本宮又怎會怪永洋娘娘呢? 本宮要怪,也怪過為了自己利益 把永洋娘娘仇勤在冷宮之中的卑鄙小人 冷宮?那豈不是很冷嗎? 我不去,我不去 不要… 皇后娘娘… 皇后 本宮見你昆寧宮百無了賴 所以就前來探望永洋娘娘 真想不到 先皇當年如此寵愛永洋娘娘 但到頭來,永洋娘娘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實在令人軟食 皇后,不如讓永洋去跟皇上說說 得必,那條路是本宮自己選的 我知道即使與我友好,如永洋公主你 都覺得本宮當日逼死陸姑娘 未免過於心狠手辣 永洋知道,皇后你這樣做一定是迫不得已 只不過永洋覺得 為了這樣而犧牲皇上和皇后之間的感情 好像有點不值得 皇上對本宮從來都不是黑骨銘心的愛 不過本宮不介意 但我心裡很清楚 作為皇后最重要的任務 是要輔助皇上 而不是博取皇上的寵愛 看來皇后你真的不容易做 本宮見永洋公主 全晚都愁眉心所 似乎你也有心事 本宮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這件事跟熔少峰有關 算了吧 我們本來相處得好好的 有很多事都不用說出口 大家總算是心意相通 但不知道為甚麼他最近變了很多 不過他變得為了向上爬 可以不擇手段 他還說跟永洋身分性格不合 把以前跟永洋所說的話都一推翻 永洋根本不知道他的心到底想怎樣 若然公主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就要向奧少峰問過清楚明白 但我怕 我們永洋公主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嗎 為甚麼 自從我當了皇后 本宮就要盡皇后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沒辦法掌握自己命運 但公主你不一樣 你還可以掌握自己命運 千萬不要讓自己有後悔的一天 永洋公主真的來得不合時了 永洋公主真的來得不合時了 奧大哥他今早一大清早就出門了 他真的這麼忙嗎? 自從奧大哥升任指揮使之後 敢於說衙門的事無大小 都要他親自處理 好像昨晚而已 奧大哥一夜批魚卷中 弄得三根字上床 今早一大清早天未光又要趕著出門 聽說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看來小喬姑娘也很清楚 奧少峰的日常起居 奧大哥叫了小喬來幫忙 小喬當然要把事事都做到最好 對了,不知道公主找奧大哥甚麼事 或者公主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說給小喬聽 待奧大哥回來 小喬再轉告給他聽 不必了,這件事我會親自跟他說 對了,小喬姑娘不是一直住在金婆婆家嗎 甚麼時候開始你會入住指揮師父的 只是這幾天的事情 甚麼?原來奧大哥 他還沒向公主你提過 小喬姑娘 小人準備外出採購 剛才你是否說幫大人買個個心枕頭呢 是呀,大人嫌個枕頭太高 弄得他整晚都睡得不好 你待會去市集 記得幫我買一個小喬回來 知道嗎? 是的,小喬姑娘 還有? 是 大人,今天早上還有幾聲咳 你記得幫我回廚房 今晚就熬些滋布的湯水 知道嗎? 小人知道 既然我小喬不在,我還是先走了 外面天色陰,還忽然打起雷 看來快下雨了 不如小喬命人拿雨傘給公主 不用了,打過了 別人就像你這麼傻才行 人家一早說小喬已經是她的人了 你還自己走上門找氣力氣 人家被散了你就要進去吧 小喬,不明白你這麼頑固來幹什麼 現在上山那麼落湯水一樣,安心 公主 你怎麼會在這裡? 剛才景龍進宮找公主 潛移說公主來了指揮師父的地道 找傲兆風 景龍見我天灰無無,好像想下雨一樣 知道公主你沒帶雨傘 你拿那把雨傘給公主你用 為什麼你明明有雨傘 你也會全身濕透? 那把雨傘是給公主你用的 景龍怕你嫌棄我用過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用 那你再帶那把雨傘就行了 景龍一時心急,忘記了 本宮還沒見過像你這麼笨的笨才 景龍,親自小子沒那麼大 景龍還是盡快送公主回宮 你走慢一點,還是放過來吧 君子秀麗不能如言,景龍就這樣可以了 走慢一點 我叫你走慢一點就走慢一點 是不是我說話也不聽了? 謝謝公主賀王,景龍真名 我查過錦衣的紀錄 我查過錦衣的紀錄 朝廷所有的烏金 都存在這個礦闊裡 我們分題找一下 找到了 找到了 的確是烏金 但是烏金這麼重 你打算怎麼偷走 要偷走這批烏金不難 但要逃過重容的關家檢查 把烏金運來警司 再向北平就比較麻煩 稟皇上,美臣幸不欲命 身兵訓練已有初成 相信假以時日 這批身兵必定能夠成為朝廷的強大後盾 李都督為朝廷盡心盡力 勞苦功高 朕日後定必重重有賞 謝主龍恩 除了李都督之外 文說長兄侯和魏國公都有喜信帶來 未知能否向朕言明 啟奏皇上 早前北疆蒙如殘如勢力發起動亂 神蒙皇上恩准借出燕王三位 與魏國公聯手 派兵進駐開平鎮壓 終於及時把動亂平息 長兄侯果然寶刀未老 實是大名之福 皇上過獎, 神愧不敢當 這次能夠成功平亂 實在有賴魏國公鼎力相助 長兄侯太謙了 兩位慶家無需互相推讓 朕甚至兩位都有功勞 實在缺一不可 皇上, 臣有一事想問 魏國公, 請說 由於開平鎮軍 乃是取自燕王三位 如今北緣既定 士兵難免思鄉情節 渴望調反北平 未知皇上意下如何 皇上, 魏臣有話想說 齊卿家不妨直說 雖致開平軟是元朝上都 實為軍事重敵 相比此下北平繁華安敵 依魏臣之見 燕王三位應該繼續留守開平 更為恰惰 齊卿家言之有理 還兵一事, 一於容後再談 未知眾卿家可有其他事情啟咒 啟稟皇上 早前周皇被告發意圖謀反一事 微臣應命人將周皇 以及一干涉案人等 由河南押反京師 並且交由刑部, 等候皇上發落 周皇徒謀不軌 朕乃唸他是皇叔自親 姑且面其死罪 刑部 尾身在 全朕旨意, 將周皇爵位廢除 匾為庶人, 法配雲南 尾身遵旨 皇上, 另外有關齊皇度用公款 自肥一事, 經調查後證實真有其事 豈有此理, 這群繁華實在太過分了 周皇剛剛收到平西行的就職 揭發敏幕諸多不法的行為 想不到竟然連齊皇也是一樣 皇上, 應報 尾身在 將齊皇敏亡, 匾為庶人 一同發配張州 尾身遵旨 尾身遵旨 皇上, 朕見你眉頭緊袖 未知所為何事 回皇上, 向來賢君以仁德治國 如今諸王多行不宜 皇上將他們貶為庶人, 實屬情非得宜 不過, 諸王雖有錯 但始終都是皇上的至親 此舉恐怕會影響到皇上人君之名 然則, 方兄家有何高見 微臣聽聞, 淮河一帶天罕為還 以致發生飢荒 胡報, 可有此事 回皇上, 淮河九漢, 民不遼生 微臣正準備啟奏皇上 從各府拔款鎮災 淪近淮河之鳳陽虎 乃是先皇帝之故鄉 此事實在刻不容緩 開各府拔款鎮災之事 胡報立即處理 微臣, 遵旨 皇上, 拔款固然有用 不過如果想更見成效 微臣認為應該盡快選出適當人選 把米娘直接運到災區鎮災 讓災民知道皇上對他們的真切關懷 同時也彌補皇上在削凡之後 帶來的不良影響 方卿家所言甚事 就照方卿家所就, 馬上進行 遵旨 都督大人 鎮災的米娘已經準備就緒 大隊宴於城外 等待吉時一到, 馬上出發 公主到 參見公主 難得公主乃是千金之體 竟然肩負在鎮災的重量 實在令景龍敬重 看今天天色多好 果然是出遊的好人子 此去鳳陽雖然不算太遠 但是路途頗為崎嶇 不過有公主相本, 反而變成樂事 公主有所不知 鳳陽乃是春秋時期的鍾離古城 亦是吳月相爭之地 而鳳陽花鼓氣更是軟近聞味 到時候景龍打開帶公主去觀賞一下 鳳陽乃是先王的故鄉 亦是公主的故鄉 這時候公主比你刀刀清楚得多 那倒是 還有, 本宮似乃乃乃去鎮災 並不是去遊樂的 甚麼花鼓氣, 你自己看救他 公主教訓得對 公主, 你風寒未遇 出遠門會不會有事的 放心吧, 本宮經意叫太醫 準備多幾服藥 等本宮去沿途服用 不會有事的 奧少鋒 奧少鋒 彼職參見本楊公主, 李嘟嘟 你來幹甚麼 本宮不需要人送行 彼職並非來送行 應該是同行才對 這一封是皇上的手語 皇上命彼職帶同錦衣衛 負責沿途接身保護宮 為甚麼之前 皇上沒有向本宮提及過這件事 是這樣的, 錦衣衛派出去的探子 接黃密布 有人意圖對公主不理 秘職將此事稟告皇上 皇上擔心公主的安全 於是明秘職帶同錦衣衛徐大隊出發 我知道公主不想見到秘職 帶黃命濫衛, 還望公主你見人 你喜歡同行也好 分開行也好, 都與本宮無關 李敬龍, 和你出發吧 公主問問問 是嗎? 是嗎? 老兄, 你就住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楚楚, 你是不是記起甚麼? 王爺, 你問得這麼奇怪 我應該記起甚麼? 本王見你剛才的申請 好像對這個房間有特別的感覺 我只是覺得這個房間很奇怪 好像和王府隔革不入似的 這個房間本來是為千三而設的 所以本王特意命人 將這裡佈置成 和輕煙脆柳千三在房間一模一模 原來如此 王爺, 你對姐姐真有心 反正不知道千三何時才到 楚楚, 你暫時在這裡住住 我願意跟著你 阿倫 你的愛 你真的要心 你快點 這個房間 我願意 你讓我住在一起 讓我住在這裡 這個房間 你不可有意思 讓我住在一起 本王剛才帶楚楚進去千三間房間 他雖然表現像沒見過那間房間一樣 但是他竟然懂得 將莊桌上的物品放回原位 而且他梳理頭髮的姿態 跟千三文一模一樣 王爺此舉,但是想幫他恢復記憶 果然臭小子 對了,本王命你查的事有什麼結果? 王爺,三寶查探過楚楚姑娘口中 所說他從小長大的這條農村 根本沒有這條農村的存在 那就是說,所有都是他可以求出來的 若然我們眼見的這個楚楚姑娘 是由千三娘失心風所引致的 她為了要讓自己變成真正的楚楚 所以她會求出所有楚楚 會經歷過的遭遇 這就是精神 如今住在王府之中的並非楚楚 而是千三 但是若然要讓千三娘恢復常態 恐怕並不會這麼容易 原來你在這裡,本王四懷找你 王爺,你找我有事嗎? 有件事本王想親手交發給你 這塊精石是你當晚聞到之事 在你懷中跌出的 在我懷中跌出? 我什麼時候有塊這樣的精石? 這塊精石是本王爺開京師之前 親手送給你 你姐姐的千三 姐姐的精石怎麼會在我身上呢? 所以我也想問清楚 還有,為什麼在精石上會有血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王爺應該去問姐姐才是 怎麼會來問我呢? 因為你就是千三,千三就是你 不是,王爺你搞錯了 姐姐是姐姐,我是楚楚 如果你不是的話 為什麼你背上會有非英花仇? 非英花仇? 不僅非英花仇,還有這塊精石 足以證明,你就是千三 不是,我是楚楚 我那個花仇只不過是一時貪玩 跟姐姐藏起來的一模一樣 那這塊精石你怎麼解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記一下吧,你告訴我吧 你不要逼我 千三,美姐姐,我是楚楚 你告訴我好嗎?你告訴我吧 我…我真的不記得 神奇,你不要逼她 王爺,你相信我 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 你放心,我相信你 小蘭 是 和楚楚姑娘回房休息吧 楚楚姑娘,我們先回房間吧 我相信你 為什麼我總不肯認自己是千三 儀華很明白王爺的心情 但是王爺也很應該體諒一下千三娘 她一個女子千里迢迢從京師來到北平 途中又不知遇過什麼意外 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王爺越是逼她的話,越是適得其返 還是慢慢來吧 楚楚,你千萬不要怪王爺 他也是太緊張你姐姐才會這樣 假若王爺有什麼令你難堪的地方 我代他向你賠罪 其實王爺的心意我也很理解 不過始終不是我明白 為什麼他總要把我當成姐姐 你放心吧,無論你是楚楚也好 是千三也好 我都會好像當你是妹妹一樣的看待 總之你在燕王府放心住下去吧 日後的事我們慢慢再算吧 王妃娘娘對我真好 都說我們以姐妹相待了 你還叫我王妃娘娘 你不介意的,可以叫我一聲儀華姐姐 你們看我賣出什麼 哥哥…娘,你買這麼多玉米回來幹什麼 王妃娘娘跟我說 說沙寶最喜歡吃玉米烤餅 那我多買一點玉米 就可以多煮一點玉米烤餅給他吃 萬壽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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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順利吧 我依繼行事 燕王經以深信我是患失身風的姐姐 還意圖令我想起以前的事 做得好,不過你要記住 對付朱棣一定以退為服,欲他還營 不可以操之過急去投行信用 這樣會令他起疑心 我會小心 既然燕王府內上下余金對你沒有解釋 搜查朱棣造反的證據 但是可以開始進行 你真的肯定燕王他意圖造反? 擔憲朱棣他裝鋒扮熟,通離驚蝉 可定他居身破塵 視問一個精箭沙蟲 殺敵無所的大張斌 又怎能忽然間甘於龍門 連日來了暗中偵查 發現燕王府龍莊附近一帶河水蟹 忽然有很多死云 我懷疑燕王建造的這個農莊 是掩飾不可告人的秘密 農莊? 莫非那些魚的死,真的跟榮莊有關? 莫草,你在這裡幹什麼? 沒有,我剛才想找個井打水洗的裙子 誰知找不到井,就打算找河水洗 井不是在龍舍旁嗎? 我是嗎?可能我看漏眼 那本王宣以為你去哪兒? 不好意思,要王爺你擔心 村莎 村莎 王爺,你搞錯了,我不是姐姐 我去坐一坐 你明明是一千三年 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記起來 公主,請用了 你忘記了本宮封河未遇 還在服肉緊弱嗎? 自揮士大人 你們四周旅行巡視 是 是 我已經在沿途留下信號 今晚會有人都奉養成愛, 亦暫接應 到時就可以把一些 混成烏金的米糧混走 還有, 我會在今晚的晚宴上 放蒙汗藥, 你記住千萬 你沒事 行了, 到時我會配合給你 是, 公主, 你的病還沒好 還想吵架? 是呀 你別管我 這次還不辣死這個壞人, 盧小楓 指揮時大人 護送本宮上路, 勞虎功高 好, 先吃碗麵 公主, 為甚麼不客氣 應該的 奴婢當才見公主 把整碗辣椒倒進碗麵裡 知道公主不喜歡吃了 所以特地拿點辣椒來 效敬公主 公主, 請慢用 公主 公主風寒美如 怎能吃這麼燥熱的東西 碗麵等京龍吃得了 公主, 果然是無辣不丈夫 難怪永陽公主 對李刀刀如此器重 佩服… 臭小楓 臭小楓 本宮主有病在身 長途不適來到鎮災 沿路上半個安慰說話都沒有 你沒有良心 公主, 吃飯了 那個廚師 根本有心跟本宮作對 我不會吃他煮的東西 那飯菜呢? 我都說我不吃了 你這麼喜歡吃, 你自己吃飽去吧 那甜兒不客氣了 你再快找走烏鎮 其他事我自會處理 什麼人發脾氣不吃飯呢? 到頭來就自己出來找東西吃 真是的, 叫你也不醒來 發生什麼事? 你們幹什麼? 你這個處女竟然帶人來偷偷? 人來 住手, 你幹什麼打暈公主? 我們的事被她撞破了 你想怎麼樣? 當然是殺人的臉口 你瘋了?公主不能殺他 因此搞大事 你對他這麼好幹什麼? 你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時間不多了, 快點把烏金拿走 你們聽著, 我們自在迷來的那隻 懂得做的, 別讓我們出手傷人 打都不動手 走呀… 別讓他們拆了任何東西 救呀… 天災還禍, 搞得了平民百姓變成暴民 幸好還保得住那些烏金 公主呢? 剛才他剛暈在這裡 糟了, 一定不讓剛才那些暴民捉了好公主 那怎麼辦 為免野藏很多 你盡快暈走那些烏金, 我追求公主 我沒氣了, 你們別走那麼快 等我了, 誰叫你帶我女兒走呀 又是你說的 這次全靈派那公主下來震災 你看他穿得新光驚的樣子 還不是公主來嗎 我們拿他回去做人質 可能換到一些米糧吧 我們現在一顆米都搶不到 他餓了, 我們還要找東西給他 你沒腦子 他動也不動, 會不會死了 你別嚇我 他真的沒什麼氣息 不死都在那裡近了 不是呀 那誰啊? 你而已, 拜託我們試吧 我不想死 拜託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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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餓了 你還好說 帶頭去搶米那個是你 帶頭去搶米那個是你 帶頭去搶米那個也是你 你 說 說 把公主藏在哪裡 他在前面罩 你怎麼搞的 把公主等到我請到 我們也不想 但是看見沒有勢 你會把東西給我上身 才… 公主, 你怎麼樣?公主 你還站著 好, 趕快找些事談回來 好… 我… 抓神 用力 痛 他到底是沒有?公主 你怎麼樣?你支持住 我救你回去 好 走 你想怎麼樣?我睡不著就知道了 要求你救了公主出來 我們終於救了 我們也不想的 你以為公主在下面就像我們一樣 你快走 公主, 你怎麼樣? 公主 怎麼頭那麼熱?公主, 你回應我 公主 公主, 你答應我 你一定要醒來 絕對不可以有事 郝兆風,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對我忽冷忽熱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真的很難受 郝允, 我對不起 報告東都弟 我們已經搜尋過了 驛站方圓三里的所有地方 都找不到公主和指揮士的蹤影 現在還有幾位錦衣衛在外面全力搜尋 糟了, 如果公主有什麼意外 那怎麼辦 那廚樑呢, 還是找不到 依庸也沒有 廚樑也算陰險 在我們的飯桑裡下蒙漢藥 報告東都弟大人 怎麼算過所有鎮災物之後 發覺只是不見了十二袋米糧 奇怪了 那些機民勞斯動眾地來劫糧 居然只是劫了十幾袋米那麼少 究竟又何居心 刀刀大人, 他們偷偷偷小也是其次 現在最重要的是快點找公主 那如果指揮士真的跟公主在一起 他一定可以保護公主 你現在有空嗎? 你還不多發散人去找? 俊明, 跟我來 是 是 水 我要喝水 水? 怎麼會敷人呢? 怎麼會有水? 水 我要水 來 公主, 水 來 為什麼水這麼鹹? 水就差不多了 怎麼樣?好點了嗎? 我好辛苦 我會不會死 我不想死 我還要去鎮瘡 我還要問奧超風 為什麼他要這樣對我 不得死 我還要去鎮瘡 我還要去鎮瘡 我還能受到你的電影 我還要去鎮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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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候 我還要去鎮瘡 不 尷尬 我還要去鎮瘡 鎮瘡 我還要去鎮瘡 想不到奧昭鋒竟然會死在這個墳井 不過露天也算對我不迫 可以讓我死在榮陽寧的身邊 我還算死亦無效 一種信念在分開以後才對現 跟你萬行都轉越過變遲 一種記憶從歲月當中不改變 兩對手牽著線最艱難時辰共勉 變愛多一點 其實願你分離 完全為己在於你 埋過分開之味 我們才懂珍惜在可一味